好第六题我们看这一边 这个图呢 它是三角形 PQS 然后他告诉我 QA 跟 PB 这两条直线 在 C 这边交接 他说 QS 是 4A 所以我整个 QS 是 4A Q G S 这一个是 4A 然后 SA 是 B 所以这一个是 B 然后他在这边他告诉我 3P A 等于 2P S OK P A P S 所以我在这边我的 P A 土 P S 会是等于 2 土 3 所以 P A 土 P S 是 2 比 3 所以 P A 是 2 分 然后 P S 是 3 分 所以这边是 1 分 所以这一个地方会是 2B 然后我的 QB 等于 3分4 QS So QB QS 所以在这边他这个3分4 QS 的情况之下 QS 我们刚刚知道他这个是 4A OK 所以他这一个其实是 3A 所以 QB 所以 QB 这一边是 3A 所以 QB 这一边是 3A 然后所以这一边是 A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题目要我们找的是那个 QA 首先题目要我们找 QA 所以我要找 QA 的时候 我在这边我知道 Q Q 去 A 会是等于 Q 去 S 再 S 去 A Q去 S 是 4A 加 B S A 是 B 所以这一个 A1 解决了 接着 A2这边他要的是 P B So P B 的话呢 呃 P去 B So P去 B 的话是 P去 S 再 S 去 B P去 S 的时候是减3B 然后 S 去 B 的话呢 那是减A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题目说 那个 QC等于 lambda QA QC等于 lambda QA 然后 QC等于 lambda QA So Q 去 C等于 lambda QA Q去 C等于 lambda QA OK 然后 呃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要我们找 PC to CB So PC to CB So QC 是 lambda QA OK好 来这边 QC等于 lambda QA 等于 lambda QA 的时候 呃 QA 这边有了 所以它是 lambda 4A加 B 所以我的 QC呢 所以 QC呢 就会变成了 4 lambda A加 lambda B OK OK 他要我们 show的是什么 他要我们 show的是 PC to CB So 题目要的是 PC to CB So PC to CB 所以在这边 所以在这边如果我要找 PC 所以在这边如果我要找 PC C B Q C Q C Q C OK OK 好 这一题呢 他 有一定的难度 OK 他的难度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在这边我给他这个是 PC to CB PC to CB 这一边的话呢 我就自己要加多一个东西 So 有一年的 MX他也是出了这一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大多数学生应该不会的 那个就是说我的 PC呢 OK 我还要加多一个 PC 等于 啊 K PC等于 K PB 这样的一个东西 OK 有 PC这条直线 是 K of 那一个 PB 然后PB 我们刚刚这边有找到了 So 这个是-3B -A 这样的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啊 我就能够继续把它做下去了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题目 的 QC 是这一个 Q去C 然后PC是我自己找的 P来C 然后接着我的PQ 我可以找得到吗 我的PQ是什么呢 我的P去Q的话呢 他会是等于 那个-3B 然后减4A 或者是我 我不要QP了 我就拿P 我不要PQ 我拿QP Q去P Q去P的情况之下 这样我这个是Q去P哦 Q去P Q去P 是这个 Q去P的情况之下呢 他会是等于 4A加3B 4A加3B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样我这三个东西 我就可以跟他合上来 我把这三个东西合上来 就是说我在这三个 现在 他是有 这三个东西的 就是说 我的PQ跟C之间的关系 PQ跟C的关系呢 我就可以说 那个QC Q去C 会是等于 Q去P 再加P去C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关系之后 我就可以把我们 刚刚这一边的这个QC 写下去 QC是4A加LB 然后QP是4A加3B 然后加 这一个 我把这个K乘进去的时候 他会变成-KA -3KB 所以他这个是-KA -3KB 这样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4A等于4-K 这个是-KA 加3-3KB 所以我就可以比较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4LANDA 跟4-K比较 然后我的LANDA 跟3-3K比较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有4LANDA等于4-K 这个是Equation1 然后我的LANDA等于3-3K 这个是Equation2 然后我就可以sub我的Equation1 Equation2 intoEquation1 subEquation2 intoEquation1 所以我就有3-3K 等于4-K 12-12K等于4-K 所以我就有12-4等于-K加12K OK OK 然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拿到 那个 11K 等于 这个是8-K 所以K等于8-11 然后我在subK等于8-11 intoEquation2的时候 我LANDA是3-3-8-11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3-3-8-11 所以它这个是9-11 好 So我拿到9-11跟8-11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它要的是PC to CB OK 然后我这个有PC to KPB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知道PC等于KPB K是多少 刚刚我找到K是多少 8-11 所以8-11PB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知道PC to PB PC per PB OK 是8-11 所以我呢PC PC 是8-11 PC 是8 PC 是8 PB 是11 所以这边是3 所以题目在这边 它要的是PC to CB的情况之下 So PC to CB 那就会是等于8-3 所以它答案是8-3 这个是它的final answer 8-3 So这一题呢 其实是 有非常高的难度 就是说你在这一边 你自己必须要再加多一个 平时它会guide你 就是讲 PC等于KPB 这个它会guide你 它会告诉你 然后再让你去比较 可是这边它没有 它要你自己写这个下去 So你这一种类型的题目 standard的那种guided的题目 你做多了 然后你再来这一题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怪怪的好像少了某个东西 然后那个少了某个东西 就是这一句 你要自己加下去 你没有加下去的话 你这一题做不到 OK 所以它的答案是8-3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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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